我夸醇就够了 多一点就好一点 多吃点 多什么一点啊 我都胖成这样了 哇 这是送给我的吗 小卷也给你送这个山寨手机呀 我女儿送我的 可孝顺了 哎 你去哪儿 我肚子疼 这一刻 我终于懂了爸爸常说的那句话 多一点就是好一点 他的多一点 不是为我藏了多少私房钱 不是我需要或不需要的零食 不是他一直放在心里的礼物 多的那一点 是他对我怎么关心 都还是觉得不够的爱 你看你那宝贝女儿 好不容易放个假 都不在家吃个饭陪我们 不知道忙啥 工作可能比较忙吧 哎 你看 来电话了 叫他回来吃饭 嗯 哎 小卷啊 啊 可是 可是越是长大 面对生活 工作 我甚至连多一点时间 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陪伴 都没能给他 我已经错过 给他多一点问候 去回应他的店面 多一点目光 去看见他的脆弱 多一点信心 去像他陪我长大那样 去陪他变老 我不想再错过了 他对我的多一点 从未停息 我对他的多一点 我对他的多一点 何时开始 假之来了 啊 不错不错 看起来好好吃 谢谢 妈 给你的 哎呀 傻丫头 你在外面用钱多 你自己留着 妈 我工作了 妈帮你盛着 哎呀 真乖 爸 给你的 哇 什么呀 这么大个 哇 茶叶啊 我喜欢 第二排 第三个 什么 不用了 不用了 刚才给过了 就许你变钱给我 不许我变钱给你 这个大红包 是那些小红包变出来的 这个不用了吧 哪里 不要我呀 哎呀 给你给你 拿手吧 哈哈哈哈